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周晚上好 从今天可能要做一个系列,主要是讲layer 2 我看了一下,很多人其实对一些概念还是有一些混习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然后我读了一下 看到中文社区没有人很好的普及 什么叫做layer 2,什么叫做side chain 什么是侧脸,什么是第二层 然后在第二层里面,我们又分了optism和zk rollup 什么叫做optism rollup,什么叫做zk rollup 他们肢结的区别是什么 随着op的发币,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和大家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 而且也非常有必要,当你知道这些知识之后 你去币圈,你可以捶一年,知道的人真的非常少 能够把这些非常重要的概念讲清楚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少 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叫做layer 2,什么叫做side chain 什么叫做optimistic rollup,什么叫做zk rollup 然后optimistic rollup下面有哪些,zk rollup下面有哪些 他们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我们开始这个系列 那我们先讲什么是layer 2,我们先讲一下背景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layer 2,对吧 那也就是说在以太坊的社区 我们知道以太坊是从2015年就开始有的一个 能够在链上部署合约的EVM,对吧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虚拟机的这样一个区块链 它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大家可以在上面写程序了 而不是只能打币 但是以太坊是在2015年是个早期的脸 它受了比特币的影响,所以用了Proof of Work 工作量证明,所以它的transaction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它的能耗也比较高 那在以太坊2.0的时候都会去结局 如果你玩过DeFi,玩过NFT,去抢那些NFT 特别是之前猴子发地的时候 一个gas fee都高达两个以太,就差不多要7000美金 去买个NFT 所以以太坊的社区,不光是以太坊社区 所有用以太的人都在诟病 为什么以太速度这么慢,gas fee这么高 费用这么高,就怎么玩 也就是为什么后面会出来很多号称自己是以太坊杀手的链 包括波卡,包括卡达脑,对吧 但他们都还没做起来 以太坊而未来将会出来2.0,对吧 但是在2.0出来之前 在以太坊的很多的子链 或者叫做shading分片出来之前 以太坊的社区就scaling solution 这个要等到以太坊shading什么出来 保守估计三年好吧,至少要三年 那在这出来之前 我们就要,就很多人就觉得我们要想一些方法 能够把以太坊这个scaling 能够让它扩容,让它变得便宜,速度变快 说白了,那在以太坊社区里面就一直在研究 从2017年就开始研究layer2 第二层的技术 那我们先讲什么叫做layer2 那顾名思义 有layer2就layer1 那layer1是谁呢 layer1对应的就是以太 layer2就是在以太下面的一条链 叫做layer2 layer2它会把所有的transaction bundle在一起 然后发到layer1也就是发到以太上 所以如果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去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OP上对吧 我们去OpismEtherScan 时候你去Opism的时候点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边在有一个L1Batches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把这500多个transaction捆绑在一起 发到了以太上面 这个叫做L1Batches 你去点这个的话 其实他会跳到EtherScan EtherScan也就是以太上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他把这里面所有transaction的一些东西 全部bundle在一起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 发到上发到了这个以太上 也就是说 那只要有以 我们知道以太是既比特币之后 最最安全的链 因为它是非常去中心化的对吧 还有要讲的就是在区块链里面 有一个经典的三角不可抗力 三角不可抗力是什么 速度 速度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和安全 speed decentralization 和security 这个叫做三角不可抗力 就是你 不可能达到三个都平衡 这个是 大家都在梦寐以求追逐的 达到这个三角平衡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知道Solana它速度非常快 对吧 但是它的诟变就是不够去中心化 经常被人家DDoS 经常 经常当机 对吧 那它安全性 我们还有待抗验 对吧 有待抗验 比如说还有什么链 比如说什么 polygon这种东西 对吧 那 比如说polygon不是个链 比如说binance matching 它速度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然后也非常方便 但是它什么 它不够去中心化 对吧 它就是21个节点 而且是bin自己选的21个人 对吧 所以说三角不可抗力 一直是在区块链里面的一个 悖论对吧 大家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边也讲了什么叫做layer2 layer2 is a collective term 对吧 是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 来解释一种叫做scaling solution 就是扩容的一种方案 为什么 这很重要 为什么他们要layer2 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layer2 要把所有的bundle在一起 所有的transactionbundle在一起 发到layer1 它就是为了借助了layer1的安全 对吧 就是为了借助以太坊的安全 以太坊的安全性 以太坊去中心化是非常强的 对吧 就是为了借助了它的安全 也就是说 所有东西在layer1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有东西是可以看得到 看到之后 就是这些东西是不可以篡改的 对吧 就以太坊上面东西是不可以篡改的 因为它是安全 不像币安 它可以自己把链停掉 对吧 把链回滚 在以太上 无论黑客到了多少钱 V神也不可能让它停掉 让它回滚 就这个原因 OK 这是第一点 对吧 什么是layer2 layer2呢 是在我们以太坊为layer1 layer2呢 就是和以太坊相结合 利用了以太坊的安全性 利用了以太坊的去中心化 提供的一种扩容的方案 这个叫做layer2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layer2里面的 一些transaction 所有的transaction打包到layer1上 当然这个是OP的解决方案 OP的解决方案 optism的解决方案 我就叫做optimistic的rollup的解决方案 是这样的 OK 我们继续 那这边又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做layer1 layer1我们就不说了 比较简单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layer2呢 那我之前也说了 对吧 有区块链的不可抗力的三角 对吧 去中心化安全性和速度 那在以太坊上速度非常慢 他就别说了 每秒只能处理15个transaction以太上 对吧 以太坊随着越来越多人进入区块链 以太坊的 它的demand 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解决这个扩容的问题 那layer2什么好处呢 我相信大家用过layer2都已经知道了 对吧 它的价格非常低 Lower fees可能是以太坊里面1%的费用 那为什么 我们知道它原理之后 那这一笔钱 这笔打包到layer1上面 把这个hash放在layer1上面 这个钱是谁出的 这个钱是我们大家出的 对吧 我们看到每个区块 对吧 我们在以太上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block才只有 比如说17个transaction 对吧 21个transaction 13个transaction 对吧 差不多是这样 就每秒钟处理15个transaction 它这个意思 那layer 那opposive的话 每次打包 你可以看打包500多个transaction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它的费 对吧 但这些transaction的费用呢 是 那个大家一起平摊 对吧 大家一起平摊 好 好 那就是为什么layer2呢 是有个费用 但是它的费用呢 会比layer1便宜很多很多 好 Layer2 separate blockchain extends以太 我们说过了 这个我们把上面看成是以太 这边就是layer2 那layer2这边也说了 可以降低100倍 对吧 它的费用 他们为什么叫做rollup rollup就是上滚的意思 就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在一起 往上滚 从二层到一层 所以叫做rollup 他们为什么说什么optimisticrollup zkknowledge 就是zkrollup 你知道rollup的含义就是这样 对吧 就是几百个500多个transaction 在optimistic上面 变成一个transaction 放到layer1 对吧 这个费用是不是大大降低 大大降低 然后这边也我之前说了对吧 把layer1的费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 为什么你在layer2 optimistic上面要花钱 就是分担的钱 分担的钱 把几百个变成一个transaction 你就分几百分之一 就可以便宜这么多 就每个人都会变得很便宜 这就是它的rollup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对吧核心的思想 那好处什么呢 rollup继承了以太的安全性 继承了以太的去中心化 然后他说在目前业界有两个最最重要的rollup的实现方式 一个叫做optimisticrollup 一个叫做zero knowledgerollup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讲清楚了什么叫做rollup 然后rollup分两种 一个叫做optimisticrollup 一个叫做zkrollup 那这个这两种是什么区别 我们下次再讲 这个视频呢我们还要讲一下 sidechain 或者是alternative blockchains 那很多人都把什么polygon 对吧 把马蹄 把什么phantom 把avalanche 把这些东西都称为是layer2 那这个是大错特错 你听很多人说 这个什么polygon是二层了 这个其实是错的 好吧 polygon他自己承认的 他自己是以太的一个sidechain 就是策略 就帮助以太解决一些问题 对吧 这是polygon他自己承认的 还有一些链 比如说phantom 他认为自己是alternative blockchain 就是相关的blockchain 只是我是EVM compatible 就是他们的代码都是从以太 克隆出来 然后改了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 都是类似的 然后avalanche 他们也是 号车是alternative blockchain 包括binance smartchain 他也不承认自己是sidechain 他可能是validims validims就是一个合集 一个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反正sidechain也好 或者是其他区块链也好 他们并不是layer2 因为他们并没有利用到 以太的一个安全性 没有利用到以太的去中心化 他们是和以太相独立的 虽然有一个桥 但这个桥呢 这个桥只是传 传输一些代币 对吧传输一些代币 并不代表他们就是layer2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Allow assets from以太 to be bridged over 用其他的链 这就是侧链和一些 其他的链对吧 和以太并存 虽然他们很多的时候 都是用了以太坊的那套代码 进行了二次开发 对吧 但是他们和layer2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这些策略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策略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够去中心化 对吧 然后呢他们一般性的一些节点呢 都是都是自己找一帮人搞的 对吧 自己找一帮人搞 当然测链一些好处啊 测链就是他的transaction fee 会便宜很多 因为他们大多数用的共识 不是proof-of-work 而是其他的一些共识 当以太坊2.0出来之后 那他的transaction fees也会便宜很多 也会便宜很多 同时呢他们的区块区块的 区块的会变区块会扩容的 我知道比特币的快一开始是1兆的 但是以太上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其他链可能他的块会变得更大一点 好 对他们他们 对 some of the layer 1 这些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测链 或者也是一层的一些区块链 比如说soranda对吧 他们会牺牲一些安全性 和牺牲一些decentralization 从而达到了更快速的 higher transaction speed 和lower transaction fees 在以太坊的社区呢 以太坊认为 真正能够解决以太坊上面速度的问题 scaling 扩容的问题 就是 Layer 2的 Layer 2 scaling is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scalability trilemma 对吧 三个 这个博论 三项目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要讲的一些内容 好 我们快速的再 再回顾一下 那我们讲了 什么是layer 1 对吧 然后什么是layer 2 那layer 2用一句话总结 就是它利用了layer 1的安全性 利用了layer 1的去中心化的特点 来帮助layer 1去扩容 这个才是真正的layer 2 然后呢我们又讲了 layer 2大致是怎么工作的 对吧 它是把所有的transactions bundle在一起roll up 上滚 所以它用了这个roll up这个单词 然后在以太坊的roll up里面 layer 2里面 一般呢 以太坊社区呢 有两大个roll up 一个叫做optimisticroll up 一个叫做zero knowledge basedroll up 那这两个roll up有什么区别 我们下次讲 最后呢我们讲了一下 什么叫做side chain side chain和layer 2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side chain它有它存在的意义 对吧 但是未来如果layer 2能够真正的解决一些问题 那side chain会不会还会存在 那我们要拭目一下 行那这里是九泰兄弟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以太坊layer 2的专题的第一 第一个分享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会继续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